大家好,我是Barry 好久不见 因为一些原因 我未能完成我开年许诺的视频更新计划 直到现在才勉强能更新一期复刻视频 我不确定之后的更新频率如何 我不尽可能更新 接下来我们开始视频的正式内容 最近我注意到了这款游戏 所以决定复刻其中的核心机制锁链 让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游戏中是什么样的 可以看到游戏中的锁链是有一定物理和碰撞的 基本上是在模拟一个真实锁链的状态 接下来我将用虚幻5自带的功能来尝试复刻一下锁链 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制作 述途从贵 转物抛出来了 逼你来做吧 首先将提前准备好的铁环导入引擎 新建议的FWP 和命令一下 打开这个蓝图 添加一个静态网坡组件 再添加一个物理约束组件 复制一份静态网坡组件 选中物理约束组件 填写需要约束的两个组件的组件名 分别为刚才创建的两个静态网格组件 Motion Disable Collision 将静态网格的模型设置为铁环 将Simulate Physics 静态网格组件也调整一下位置 修改Angl Linux 编写保存 录到场景里看一下 效果不错 好了 我们的锁链就完成了 我们下期视频 拍个玩笑 Berry Remix 作为一个蓝图为主的进阶系列 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就结束 不过刚才的方法 足以应对一些简单的需求 接下来我将分享如何程序化 生成我们需要的锁链 打开构建脚本 添加一个For Loop节点 将MastIndex提升为变量 修改备单名 添加一个AddStaticMeshComponent 将StaticMeshComponent添加到书组 请不吝点赞订阅 同样的方法 添加物理约束逐渐到书组 请不吝点赞订阅 将多余的铁环删除 兴建两颗静态网购组件分别命名为start和end 将这两个组件插入到铁环树组的两端 兴建两颗静态网购组件分别 对物理约束组组合一次 这是需要约束的组件 分别为对应index的铁环和index加义的铁环 直接有线 这期视频先到这里 别忘了关注点赞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见